是的主播 韩国跟古巴高尺巨蛋的第二场友谊赛 在刚刚比赛已经结束了 最终韩国队呢打现大爆发 单局打下了8分 最终是13比3啊 大胜了古巴队 连续两天都拿下了势力 昨天是2比0赢球 今天是13比3赢球 现在目前呢 在这个跟古巴的对战呢 是取得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而且呢在这个赛后的时候呢 两队进行大合照的时候 韩国总教练柳仲毅也特别提到说 接下来要到海湾去了 我们来听听稍早的访问 好可以看到 其实韩国队现在的事情还蛮高昂的 在这个新生代的磨合还算不错 虽然说现在只有35人名单 最终的28人名单 还没有出炉 但是在目前两场比赛打下来是还不错的 接下来还要跟上午厅进行 最后一场比赛之后 在11月8号就会飞往台湾 再跟魏全龙进行比赛 即将就要面对11月13号 对上这个台湾的比赛了 刚才可以看到了 柳教练已经特别说了 就是要全力以赴来抢这场胜利 因为呢在B组的赛程 只有6曲2的名额 这个扣除掉这么多的强敌呢 其实呢台韩的对决 将是在第一战 也是攸关晋级的 有重要的一个战役 我们也希望台湾队现在能够准备好 自己的一个身手 因为呢马上也要进行跟捷克的友谊赛了 韩国结束两场友谊赛 拿下了两胜零半 也希望台湾建额继续加油 来为争取更好的荣耀 以上就是TBA团队张家宝 蓝玉民 我们在高死巨蛋的最新连线